如今张亮颖在歌唱试验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但婚姻却不幸 不过张亮颖本人对这段付出15年的感情却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 但她认为这是自己的选择 错也不悔 近来张亮颖接受某平台的采访 对于备受关注的令情事件 张亮颖早在公演现场就表示过 我的现男友也是我的前伴郎 至于上一段感情中的男主角冯科 张亮颖则似乎有些意有所指 被问及财产被卷跑的传闻 她也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自己当时确实是将财产都交给了冯科来管理 还称结果是不好的 此番言论也被网友猜测 是首度承认前夫骗财一事 张亮颖与冯科相爱十几年 最终却分道扬镳 因为财产以及张亮颖妈妈的介入 让这段感情风波那得轰轰烈烈 虽然在新说唱的公演现场忘词 但现男友陈秋实早就发文透露过张亮颖的努力 可以看得出他们很幸福 来好看视频 分享美好 看见世界